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性格十分的嚣张 而且和如意非常耳朵不对头 更是十分的嫉妒着皇上对如意的感情和恩宠 但是让贵妇感到最不舒服的是 自己终其一生也没有怀上皇上的孩子 在后面的剧情我们知道了 贵妃没有皇上的孩子不能生孕的真正原因 原来在如意和高熙月在进门的第一天 便在送给两人的手镯上做了手脚 表面上是作为礼物送给如意和高熙月 而其实是负成皇后在手镯的里面 加了可以导致两人不孕不育的药物 这样才使得高熙月与如意两人都没能怀上皇上的孩子 就算是如意怀上了也是一个死胎 但是事实真的就是避孕着导致的原因吗 其实也不尽然是 要知道太后其实并不喜欢高熙月的 虽然明面上不会表现出什么 但是在暗地里在给高熙月治病的药里 一直添加着一些东西 导致贵妃的病情却是越来越严重 不能根治 身体越来越差 更是不能为皇上生下子嗣 最终也导致了不能生孕 可以说这一切导致贵妃不能生孕的 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太后动了手脚 而致死贵妃也没有察觉到这个真相 最后遗憾死去 好了本集就说这么多 了解更多精彩剧情 敬请关注瓜子乐剧 请关注